沒了 沒了 人太久了吧 這邊都還沒看到 那邊 那邊啊 那邊偷人家 這邊 沒偷人家 哪裡啊 這邊啊 屁股啊 這邊講我洗得乾淨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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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大範圍掃破 說什麼啊 大範圍掃破啦 你看喔 小黑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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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n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N 今天呢 是我們第一次 要幫小黑洗澡 然後呢 因為一定會有非常多人覺得說 為什麼不要去給人家洗就好 原因是因為呢 畢竟這台車是新車 然後才剛簽沒多久 就覺得說 第一次應該是由我們自己來為他服務 跟小黑留下一個最好的印象 而且我覺得自己洗比較有那種感覺 自己幫汽車或者是機車洗車啊 打蠟啊 整理啊 是一種成就感 那你也會覺得說 自己在整理的時候也會比較細心一點 雖然說你去給專業的人洗 他們會幫你整個弄得很亮 但是我覺得就是少一個 跟汽車的互動感 有點髒 因為上次已經開出去探險兩三次都沒洗 沒錯 那所以說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目前 車子的這個髒污的狀況 然後你們再來看待會洗完之後的樣子 那我們今天洗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準備打蠟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打蠟這個 我們可能還要上網做一點功課啦 不然就交給專業的 我們先把它洗乾淨 然後 該做的保養把它做到 就是可能像輪胎壁啊 我們就會去塗這種專業的保養液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整個塑料的這個配件 整個都會幫它上這個保護油 這個也算還OK啦 就是美國品牌 在汽車百貨買的 然後兩個海綿 跟這個輪胎的亮折蠟 就是3M的 對 那我們今天呢 除了幫車子洗車以外 我們也順便就是開箱一下 因為這一罐我們當初買的時候 那個店家啊 就是他們說這一罐非常厲害 它是插上去不會油 而且不會黏 然後馬上可以吸收 而且 它的那個亮光的程度是可以非常持久 還可以拿到一個保護的效果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順便來試一下 這一罐到底有沒有這麼神奇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來 開始幫小黑大洗澡吧 準備好了 好 要開始來洗車啦 非常興奮 真的是很興奮 你趕快去投起來 你看小黑這個 啾啾有神的雙眼 應該也覺得非常興奮吧 不過據說這個CHR 它的這個大燈很容易進水 所以我們待會水再沖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強力水珠 一直沖它的大燈 我們就是順順遠遠的讓泡沫 沖洗乾淨就好 沒有其實大燈裡面多多少少洗完車 裡面都有一點水氣 那其實算正常 OK 有了嗎有了嗎 走一下門 欸沒走門喔 OKOK 哇 小黑瞬間變成小白了啊 小黑瞬間變成小白了啊 超級無敵興奮的 這應該算是 呃洗車型男啊 準備了兩個這個磚頭啊 呃不是磚頭啦 那個洗車海綿啊 說錯了 很棒很棒 順便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CHR是白色的樣子 對 如果你覺得白色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來把它噴成白色 然後開出去之後 可能就會又變回黑色 來 一人準備一塊了 唉唷 喜香香囉 小黑 欸這個會不會刮傷啊 不會啦 我們那個探險啊 他那個 前面這邊 都會卡很多那個 蚊蟲的一些殘留物 他們的身體都殘 還有在上面 現在來洗一下小黑的屁股啦 不得不說啊 這台車的這個尾翼的屁股 說真的 真的是很漂亮 就算 你沒有去改裝它 其實 它是原廠的狀態下 它的流線 我覺得啦 坦白講 今天大多數的人 都是因為它的品牌 所以 先入為主的觀念 如果說今天 假如它換上LOGO 變成是雙B 變成是奧迪 變成是其他的一些大品牌 進口品牌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對這台車 覺得說 哇很棒超好 就是說其實 很多人其實對任何東西 都有一種 品牌上的 先入為主的迷思啊 那邊我擦過了捏 你這邊都沒擦乾淨嗎 那我沒擦乾淨啊 你不要一直過著拍裡面 都沒洗乾淨好不好 你那邊都已經整個都弄好了 你要這樣就乾脆我自己開來洗就好了 還需要你拿 那你自己這邊 上面也沒弄到啊 那邊我等下自己會檢查 自己也沒有洗得多乾淨 在那邊寫我 也不想想 這間洗車店也是我找的 什麼東西啊 你放它稍微用一下 喔 差不多了 你要這樣好了喔 好 這麼快 差不多了啦 投一下錢 沒了 沒了 噴太久了吧 這邊都還沒噴到 那邊 那邊啊 上面偷一下 這邊也不乾淨耶 哪裡啊 這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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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講我洗得乾淨 超不舒服的 怎麼不舒服的 不對啊 那邊啊 又沒了喔 先大範圍找破 我跟你講 大範圍找破啦 你看喔 你噴我幹嘛啊 你說沒有噴到重點 我噴你的腿啊 喔 那麼吵 各位觀眾啊 不要不要 不用了 不用了 各位觀眾啊 我被洗臉了啊 好像我脾氣好啊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吸水毛巾的效果 哇 我這個有吸到水啊 哪會爛 黑色的車其實講真的 大多數人不太敢去買 就是因為 它很好看 那但是它就是照顧會比較麻煩 可是我們就是喜歡黑色所以沒辦法 人家 我們台灣人講的啦 愛到咖啡 就是 你真的喜歡呢 就是只能去接受它這樣的狀況 這就是我們對小黑的照顧 好 好啦各位 今天我們的車子終於洗得非常乾淨也非常亮 然後我也順便洗頭跟洗臉了 這一次的這個洗車我覺得第一次的出體驗 你真的覺得說 其實洗車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們整整花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在洗車 還沒有打蠟 如果說你在高雄找不到24小時的洗車 那我覺得這邊的空間算還不錯 就純粹個人的分享給大家 這一次的這個洗車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說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etc